大家好,欢迎来到毅历史 从今天开始,我们说一下三星堆文明的兴起与衰落 因为牵扯太多史料,所以篇幅很长,可能要分几个视频来说 根据现有史料来看,三星堆文明总共经历了五代蜀王 分别是,第一代,蚕丛侍 第二代,百贯王,即是崇伯滚,就是大羽的老爸 后让位于后裔,后裔即是遗族的英雄人物芝格阿鲁 第三代,于顺,来自渔福族,所以又称为渔福王 第四代,杜宇,即遗族的人文祖先阿普篤墓 第五代,望帝,即开明,后善位,憋灵 憋灵又经营二百多年后,亡于秦江司马错 这个视频中会有两个可能会对我招来骂声一片的大雷 我先请求一下,不要搞人身攻击 我们可以就某个论点一起探讨交流 先行谢过了 好,今天我们就先说三星堆文明的第一个王朝 蚕丛王 不过,要讲蚕丛,就绕不过古腔人 所以,我们先简单聊一下古腔人 所以,第一个大雷来了 华夏正史上的三皇五帝都是古腔人 整个汉民族都是源自古腔人 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汉人是古腔人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 目前中国的人种,基本是三个人种融合的后代 古腔人,我倾向于认为就是苏美尔人种 通古斯人,马来人,关于这个以后专门阐述 古腔人源于何处,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来历不明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腔字的 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一生 说明腔自源于羊,腔人就是西方放羊的人 融在古代特制西方的民族 这至少说明,古腔人是从华夏大地的西方迁徙过来的民族 具体是哪个民族迁徙而来 就说来话长了,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改日专门再做个视频来讨论这个问题 羊人是华夏大地上最早牧羊,牧牛,牧马的民族 尤其对羊的崇拜已达到了图腾的程度 在早期,他们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单一的 除了放羊还是放羊,后来到了川西高原 又带到野牦牛给驯化了 从此以后,才算又多了个活儿,放牦牛 这让我不要想起古埃及人的白羊崇拜 还有国际公认最早驯化羊的文明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他们与古羊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吧,又跑题了 今天我们暂且不去追溯古羊人的来源 还是单聊古羊人与三星堆有关的事情吧 既然古羊人的来源未定 那我们暂且从甘肃青海的古羊人聚集地说起吧 毕竟,古羊人在华夏分支太多 也衍生出很多新的民族 我们不能一一赘述 今天单说甘肃陆南的这一只古羊人 这只古羊人就是福西部落 发源地就在今天陆南西河县的仇池山 仇池山海拔1900米左右 距离四川九寨沟 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 算是黄土高原的最南端 远观仇池山犹如一个巨大的金字塔 但如果你有幸上到山顶 就会发现这里别有冬天 山顶竟然是一处15平方公里的大平台 有几十户人家在此过着自己自足的日子 这里处处皆是黄粘土 是制作陶器的最佳材料 所以,仇池山、马家窑、麦基山 喇家村这些地方 共同成就了上古时期的养韶文化 而且,相传仇池山远古时期 就是天地居住的地方 据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 右溪三百二十里 约淮江之山 实为地之平谱 神鹰昭思智 南望昆仑 奇光熊熊 奇气浑浑 希望大则 后继所前沿 东望横山四城 有穷鬼居之 这个淮江之山 指的就是仇池山 在秦岭溪三百二十里 是天地的居住地 由大神鹰招来管理 向南可以看到昆仑山 海内昆仑 向西可以看到大则 若尔盖湿地 后继下葬的地方 向东可以看到横山 四城不知如何理解 是不是说 可以看到横山的上半部分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明 在我们中华正史中 经常说到 中华文明 何出昆仑 是说中华文明 是沿着一条河从昆仑山走出来的 那么 昆仑山到底是在哪里呢 何出昆仑中的 一定就是黄河吗 现在的昆仑山 其实是汉武帝给命名的 张谦出使西域 就是奉皇帝之命 去寻找古籍记载的昆仑山 张谦回来后 说他走到了黄河的尽头 那里有一座鸟不拉屎的高寒之山 应该就是昆仑山 于是汉武帝就强行 把那座山命名为昆仑山 这个行为很搞笑 就好比秦始皇 让徐福去寻找蓬莱仙山 徐福找不到 找到了日本本周岛 就说本周岛就是蓬莱仙山 同样不讲史实 霸王硬上 有点指路为马的意思 显然 汉武帝命名的这座昆仑山 并不是山海经中的昆仑山 因为山海经中 描述的很多东西 我们完全对不上 根本不知所云 所以 有学者认为 现在的昆仑山 与山海经中的昆仑山 根本不是一马市 何处昆仑说的 也不是黄河 从昆仑山流出来 而是长江 确切地说 是明江 从昆仑山上流出来 明江 曾一度被认为是 长江正元 现在认为是长江 嘉陵江 白龙江的支流 古称 碳昌河 枪水 潜江 而山海经中所说的昆仑山 其实就是成都平原 西面的山脉 现代学者称之为 海内昆仑 汉武帝命名的昆仑山 被称之为海外昆仑 也就是说 上古发生的很多事情 都是在成都平原 而非黄河流域 这样古书中的很多东西 就都能对上了 山海经中记载 西海之南 流沙之冰 赤水之后 黑水之前 有大山 名曰昆仑之秋 西海是指青海湖 流沙之冰 是指流沙河 汉原大渡和九香段之流 古名汉水 的旁边 赤水只经陆南渭水上游 黑水只经天明江 通过地图可知 昆仑山 及今天的琼来山 和龙门山脉 龙门山的北端 及明山 发育了明江 其主峰 就是现在的四姑娘山 高达六千二百五十米 而在山的周围 正好是 加荣藏族 和羌族的核心生活区 加荣就是藏语 女王的意思 翻译成汉语 就是女王藏族 加荣就是史书中的东女国 吉女儿国 她们是世世代代 居住于此的土著民族 只是在宋朝藏族 格萨尔王东清后 才被藏化 古之相传 昆仑山上住着西王母 而四姑娘这个命名 也正好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看这张照片 就是站在成都看四姑娘山 是不是显得很巍峨 像天地中柱 上古人把它当成神山 是必然的 上书与共中说 大雨至水时 明山倒江 东别为陀 大雨是羌人 出生在明江边 诸书纪念中说 地雨下后是 母曰修矣 修矣被剖 生于石鸣 看来 神人就是神人 普通人剖腹产 都是从父部取 而大雨 是剖开被部取出来的 史记 六国年表中说 与心于西枪 帝王世家中 皇甫秘注解道 孟子曰 与生石鸣 西夷人也 串曰 与出西枪 是也 而且 实在大雨至水 三国家门而不入 如果治理的是黄河 他家在四川呢 怎么路过家门 可见大雨至水 治的是成都平原的水患 所以 至今在都江雁宝坪口的山上 还有大雨庙 这就是第二个大雷 华夏文明 并不是发源自黄河流域 而是成都平原 好了 现在基本确定 上古时期 成都平原 才是华夏的核心区域了 现在再简单说下 当时华夏大地的 几大势力集团 说起上古 就不能不提三皇 福西市 住在仇池山顶 最靠近天地 所以叫天皇 神龙市 善种地称为帝皇 女娲族 善生欲称人皇 福西市 神龙市 女娲市 这就是上古时期的 三国鼎立 至于这三大集团的来历 又是说来话长 需要另开新章来一一说明 所以今天也不提了 当然 与后世的三国不同的是 这三个势力集团 不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联盟 大家轮流当轮值主席 像今天的欧盟 福西 神龙 女娲也不是指的某个人 而是一个士族 首领都可以叫福西神龙女娲 也可能叫女娲二世 女娲三世等 在上古时期 祭祀可是个大忌 很多不能决断的问题 都来祭祀问问天地的意思 因为是三族联盟 所以祭祀用的法台 都是搭成三层平台 分别代表天地人三皇 因为三星堆出土的 祭祀法台 都是三层 所以这里就啰嗦一点 说个明白 这个三层 祭祀台的对后事 影响很大 现在三星堆遗址附近 还有个三台线 而且 据说 南美的玛雅人的法台 也是三层 我想 这可能不是巧合 三星堆遗址 还出土了一个笑天犬 模样的鬼东西 应该就是山海经中说的 昆仑之丘的底座 昆仑之丘 也是分为三层 下层称为樊铜 也叫板松 中层称玄谱 也叫狼峰 上层叫层城 代表天庭 最顶上站一人 举着一个昆仑 这个昆仑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 五幅太阳轮 五条幅分别代表 金木水活土五行 昆的字面意思 有后世 未来的意思 所以昆仑做一个法器来讲 是古人想占卜未来的事情 想用眼睛看得更远一些的意思 天皇福西部 就是一个崇拜眼睛的士族 不管是养勺文化出土的陶冠上 还是三星堆 文明出土的器物上 多有眼睛出现 包括青铜人面具上的纵目 或大眼袋 全球已知的文明中 崇拜眼睛的文明很多 古埃及人 古巴比伦人 菲尼基人 加太基人等 三星堆出土的这个昆仑法器 现在官方名称为五幅太阳轮 与一族十月太阳历 也有很大关联 上古时期 中国先名最先用的 就是十月太阳历 一年分十个月 一个月三十六天 一年三百六十天 所以 在先秦时代 三十六是个很常用的数字 比如三十六计 三百六十行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煞 只是后来 炎帝与皇帝部落合并后 炎帝族的十二月历法 更适合农业生产 才转而施行炎帝的历法 就是我们现在的农历 但这都是后话 至少在三星堆时期 使用的历法 还是十月太阳历 所以 三星堆出土的很多文物上 都有太阳轮的形象 不过在成都平原的另一处 文明遗迹 金沙遗址中 出土了一个太阳神鸟 就是现在的成都世灰 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年轮 算是昆仑的遍体 中间四只鸟代表 一年有四季 十二个枫叶代表一年十二个月 十二个阴角加十二个阳角 代表着二十四节气 显然 到了三星堆文明一千后的 金沙文明时期 成都平原上 已开始使用炎帝的阴阳和力 而遗族 完全继承了十月太阳力 一直用到现在 全球使用十月太阳力的民族 已知的 还有苏美尔文明 与美洲的玛雅文明 好了 罗罗嗦嗦说了那么多 就是给今天的人物出场 先做个铺垫 下面我们接着说回谷腔人 大概在七千年前 在京甘肃 陵南城县一带聚集的低腔族 因为率先开始 半木半农耕的生产方式 所以 开始了一个人口膨胀期 随之而来的 就是顺着河流向外扩张 有一只 沿着渭河向北走 形成了华须氏 也就是皇帝的那一只 有一只 沿汉江向东来到江汉平原 形成了神农氏沿帝一只 向南沿嘉陵江 浮江走的一只 则与南方的女娃氏 在四川盆地 融合成一个新的部族 叫碎人氏 为什么叫碎人氏 并不是我们正史中 说的钻木取火 而是用竹子在地上打洞 引出地下天然气与盐卤水 我们都知道 四川盆地 古城古西海 都是海水 后来海水干了 才有人类活动 记得以前去西藏旅游 看到青藏高原处处都有鹅卵石 贝壳 当时还有点奇怪 后来了解这些史料后 才明白了 现在四川碎宁 南冲一带 就是当时的盆地 直到现在 还在开采盐卤 与天然气 大英县的卓同井遗迹 就是古人抽取盐卤制盐的地方 我想碎宁这个地名 是不是碎人士在这里安宁生活的意思 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 即4500年以前 在川西北 经济的茂县附近 生活的羌人 高层进行了一场权力争夺 然后 失败一方开始向南迁徙 其势力进入成都平原北部 而那时成都平原的南部 仍然水患严重 只有捕鱼为生的渔腐族人不怕水 还在那里生活 渔腐本来就是在沼泽上生活的士族 失败这只羌人的首领叫蚕虫 即蚕虫 据蜀王本记记载 蚕虫史居明山时事中 华阳国志记载说 死 做石棺石果 国人从之 故俗以石棺果为纵母人种也 是说蚕虫死后 葬在石棺石果中 看来蚕虫对石室的感情很深 死后还想重温幼石的经历 从华阳国志这句话中 也可以看出 三星堆出土的纵母人像 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蚕虫的形象 看到这个石棺 为什么我一下子想到的是 古希伯来人崇拜石头 死后用石棺殡葬的风俗呢 圣经上记载 亚伯拉罕死后 就是葬在石棺中的 现在的羌族 喜欢住石屋 剑石碉楼 看来这是远远流长的习惯 相传 蚕虫从茂县带着本部人马 翻过四千多米的龙门山 下道山的另一面发展 就是今天彭州小鱼洞镇 他们首先聚集在今天 彭州雌丰镇的陆平村 世经中有首诗这样写的 悠悠陆鸣 时野之平 我有家兵 古色吹声 这首诗写的 就是蚕虫 在陆平村大宴宾客的场景 在今天成都彭州尖江流域 后面的龙门山 山后就是羌族集中区 汶川县 蚕虫部 是皇帝的后裔 这一族擅长养蚕制私 有人把蚕虫当作养蚕 第一人 我就有点迷惑了 因为从时间上算 皇帝的正妻雷祖 才是最先养蚕的 这与中国的上古神话 也能对得上 十载雷祖出身西陵市 应该就是蚕虫的部落 蚕虫 只能算是继承了 仙族的手艺养蚕 怎么能算养蚕第一人呢 所以这里存疑 不过 有一点可以确认 古蚕就是从蚕虫开始的 所以蚕虫 绝对是古蚕养蚕第一人 我们看一下这个蚕字 甲骨文中的蚕字 就是上面一个眼睛 眼着下面一个 装着一条虫子的布景 这是蚕虫给自己的 部落画的一个logo 十载蚕虫其目纵 估计长着一对牛眼睛 可能得了假抗也说不定 反正仙族 伏西部的眼睛 崇拜在这里 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三星堆的遗迹文物中 哪哪都能看到眼睛 尤其三星堆出土的 最让人迷惑的 那个纵目面具 有可能就是蚕虫的 神话形象 说到眼睛的崇拜 我们在这里 顺便提一下 低族的游览 六千多年前 伏西部的一个 分支南下后 与南部的女娲族 在现在的九寨沟附近 融合出了一个新的士族 就是低族 低族部落 因为钟爱 训养白色的马而出名 所以后人都叫这个部族 为白马藏族 这又与宋朝时的 藏族领袖 格萨尔王有关 先不提了 我想说的是 这个白马藏族 有一个培养祭司的风俗 就是选定的祭司 要从小在印堂那里画一刀 然后 塞个豆子干果类的东西 形成一个神似眼睛的疤痕 像中国神话中的二郎神 说这是通灵的天眼 就能看到未来 民间常说 马王爷有三只眼 不知道 这个马王爷与白马藏族 有没有关系 中华民国时期的 《穷来宪志》上记载 蜀中古庙 多有蓝面神像 面上 尾雷如蚕 金色 头上鹅中有纵目 当即研蜡虫之相 认为蜡虫的纵目 是第三只眼睛 如二郎神一般 长在额间 脸色还是蓝的 哇 有点吓人 脸发发蓝 有可能是缺氧所致 难道蜡虫 网友在青藏高原上生活的经历 蜡虫是在成都平原 统治了约三百年 从四千五百年前开始 干到四千二百多年前结束 被来自绵阳山上的低族取代了 低族的首领叫百贯 又叫伯滚 也是皇帝曾孙 皇帝生昌义 昌义生羔羊 专虚 专虚生伯滚 这样算来 伯滚也算是蜡虫的亲属 所以 伯滚也没有赶尽杀绝 允许蜡虫氏族 继续留在成都平原生活 其后代 就是说皮县口音的人 主要聚集在皮县 都江燕一带 蜡虫王因为一亲一 劝农丧 藏石官而被蜀人纪念 尊为亲一神供奉 伯滚用四川话念起来 就是百贯 于是 三星堆文明就开启了第二个朝代 伯冠时期 下一期视频 我们接着再讲 这次视频先做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再见